观察市场行为品味多空变化 到到之前财富在面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的频道 好 目前的位置 比特币当前盘面 已经突破了原本这条下降的这个曲线 这条 那当前的位置能够做多吗 还是盘面上位确认 应该等待机会 好 那么就来讨论的话题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请你点击我们影片下面的链接 在我们社群 一些比较关键的分析 一些补充 都要里面非常重要 这里 点击边就可以加入了 Discord Dategram 社区 最近的话我们移到Discord主机 做经营 这边的话有报单 有点外这些东西都有 OK 近期来讲都是 非常详细的一个学习环境 都是免费的资源 免费的 好 所以加入的话 欢迎资讯我 好 怎么加入 这边电报私障我 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区 好 都是免费的资源 OK 欢迎加入 那么 回来到旁边看一下 当前的旁边位置怎么继续分析 目前来讲的话 昨天这一轮下坛 它低点并没有跌破前低 我们先不要把前低标起来 有三个前低 你看这边 离非常近 19520 19540 还有19565 这个低点 虽然泛泛接近 都差20刀 但是它 就是并未跌破前低 就维持一个底部低点抬高过程 所以当时盘面 其实多头来讲 如果你就这个整理区来说 这个整理区来说 其实多头 它还是有它的完美性的存在 好 所以当时盘面 我们盘面的位置 一样是处在一个上方红色的压力区 和下方占了一个 低点低位的位置 中央正当区 那当时盘面的话 就正在 运量一个方向 那怎么去评估 等方向可以了 今天晚上是一个消息 这个非农出去公布 很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方向 做一个短期趋势拐点 所以这边这个地方突破几方向 盘整很久了 跟盘整跟前面一样 前面这边也盘整了很久 盘整大概有六天左右 那当时是跌破了这一条虚线 我们就做空了吗 我们在这里就做空了 那后续也是吃到了一段盈利 好 所以当前盘面位置就等待 它会要怎么去表态 目前的位置的话 上坡下不得所机会的 尤其说我们原本叫下降曲线 这条下降曲线 1234 所以你看这条曲线 一直压制 但是最后被突破了 那当时盘面位置 这个下降的一个结构 可能有机会被打破 当然空的结构 是需要去打破 这个前套价格 20575 这个位置20575要被突破 才能去短期看多 好 所以我们前面看一样 短期的位置 昨天讲过了 这边是有机会走出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一小图 好 这里 我们先讲过吧 只要回彩不破19540 有机会构成曲线突破 突破之后呢 有可能走出一波上涨 上涨的高点 这个高点 高点只要不突破 这边的高点 那都是一个空头结构的 完成的一个结构 好 所以空头结构需要得到一个破坏的话 你需要去突破20925 没突破前都是枉然 这来讲呢 上方这边是空头防御底线 是在2900吗 这里 那下方这里呢 曲线 多次触碰 多次触碰 这里 有突破了吗 我们放大 这边其实已经突破了 已经脱掉曲线了 突破了 但突破了不是非常干净 我们还是要等待价格去 完整的突破20582 我们才能确定 空头继续要延续 好 从朋友们来看一下 当前的位置 下曲线 多次触碰 多次触碰 需要注意突破此压线的一个可能 那是否可能是诱多呢 次触碰断吗 等价格突破曲线 甚至突破20582之后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去评估 到底是否去突破 是否是一个诱多 那这个走势啊 就我们这边突破曲线 突破前高点的一个走势 这边是类似 如果说走出来啊 如果这样走 是会类似于前方这边的走势啊 像我们今天讲过了 非常详细讲过了 这里像这里 就这边 高点高点逐步降低 lower high lower high 然后呢 这里 他突破短期前高 你看 短期的前高点 他突破了嘛 突破之后呢 突破之后 上方的位置 看 叙事下跌前 最后又多 然后放量跌破 239164 看突破之后 贩多的追落 你看这边我们 再放大一点好了 这地方 你看突破前高点之后 这边非常多人又多 非常多追落 空单止损 多单追落 后续价格放量的跌破回来 大量追落多单全部止损 那这点就是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又多 一个信号 就破了前高点 但是没有突破 下一个前高点 40400 好 说明关注当前排名位置 怎么解释 当然有可能也不这样走嘛 有可能比如说这边 晚上呢 他这边 试探了红色这个阻力区 试探之后就下跌了 就前面一样 这里 看 我这边走势 他就是一个 放弹的上涨 你看这边他也是一样 测试了原本的这个前高点位置 但是没有突破 那么看到短级别图啊 短级别图在15分钟 当时情况是 放量的上涨 但是你看 放量 测试前高点 但是没有突破 对 然后打下来了 后续就放出更大量空投 看 空投放量 放量 那这里你要做左侧空单 进场就可以的 所以就去关注 短期的一些走势 这里来讲 上次就是试探的前高点 再次测试之后 不过 下跌 就延续了嘛 好 所以目前的位置啊 我们还是讲一下 当前的位置 价格也有可能 比如说 晚上的 在晚上的一个结构啊 去试探 这个位置 试探之后 不过 那就下跌了 有可能嘛 有这样机会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 不能忽略的可能性 那基本上短期啊 如果要做空 我会等待 晚上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晚上 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这边 晚上他这边 试探之后 不过 直接下跌 还是说怎么样 还是说他这边价格 试探上去突破了 但在高位啊 构成其他的一个结构 然后才下破 好 这边我们换成绿色 然后下破 等一下 东西啊 才下破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后续再评估啊 后续再评估了 好 那这里我们换个颜色 突破的话 画绿色嘛 就这里基本上就化成 两种不同的一个 比较明确走势啊 如果是要走一个下跌波段 大致上 会走出红色这样子试探 前高点不过 下跌 或是 一举突破20582 这高点突破 突破之后呢 在高位构成其他结构 再下跌 好 这短期情况呢 基本上如果要做空 我会等待 至少价格去再次测试 这个红色的一个阻力区 如果再次有效 并且放量 空投放量 那我会考虑 做空 好 这是我们讲的走势观点 那么看一下这个以太坊 以太坊的走势是非常强势的 目前讲的跟昨天讲的一样 他走的是一个 走的是一个向上调整结构 向上倾斜微微调整结构 看这里 正大上行 昨天他这边是有一个右空结构 今天他跌破前低点 你看 他是有效的跌破前低 跌破前低之后呢 你看收回 前低价格是在当时的1527 其实在1530也可以了 跌破之后收回 回载才稳 然后就上前拉伸了 就这里非常多人做空 追空 但是都会止损掉 好 就拉伸了 那当前的位置啊 排名位置 以太坊还是非常强势的 所以目前来讲呢 价格 我可能会等待啊 以太坊晚上 是否有机会做出一个上破前好点 在一个失败的情况 如果说上破之后 上破之后 比如说我们这边价格上破 再不过 回测不过 下跌 那考虑啊 这边做空单 好 这晚上可能会去考虑 去做空的一个结构 结构 那短期来说呢 这边以太坊 还是非常强势的 前方这个位置啊 有机会构成 1620的上破失败 甚至更高的一个突破 都是有机会的 所以还是要去参考 比特币在晚上走势 比例晚上走势 是走出一个 测试不过 直接下跌 还是突破之后 突破之后的更高的位置 再评估其他做空结构 好 再评估 好 那基本上晚上 结构啊 整个没法详细 以太坊还是非常明确的 他走出了这样一个 一个反弹延续吧 就像前面一样 我们看到一小时啊 就像前面一样 这边也是走出了一段的 一段的 调整结构嘛 往上的调整 一个楔形 楔形 还是蛮完整的 楔形结构 突破之后 下跌 回测不过前凹 延续 那这里的话 也是走出一个类似结构 类似的往上的上级调整 那有没有机会 在高位置地方呢 构成其他的一些 其他一些 诱多的结构 比如这边突破之后 下跌回测不过 延续 对不对 这也是有可能嘛 对不对 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啊 他到底是哪一种结构 再评估 好 短期到里面放详细 那如果你喜欢 就分享 喜欢一个分析的话 帮你们点个赞 影片点个赞 就是对我抓到支持了 好 欢迎来到我们社区 我们下期客人见 拜拜